開完我們第二次會 在會議上我們就看回我們之前在第一次會之後 寫了去不同的人士要求提供的有關資料 我們剛才在會議上就已經看了有關的資料 也都決定我們要進一步搜集其他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進一步向有關的機構或者人士 去索取更多的資料 令到我們的委員會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但是因為我們在報道上 就已經知識許次峰議員去控幾個罪名 所以我們是為了不影響刑事點控的程序下 我們委員會的工作是要確保不會影響刑事的聆訊 稍後我們會在現在再搜集到進一步資料之後 委員會再會在下一次會決定是否進行言訊 或者是以甚麼方式來進行言訊 這個將會是下一次會的決定 這次會主要都是我們看回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 以及決定我們要再收集更多的資料 以確定決定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是怎樣去進行言訊 而再強調就是委員會的同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共識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委員會的工作是不會影響到刑事的聆訊 關於我們收集到甚麼資料的內容 因為基於保密的原則就不能夠披露 至於會不會傳召哪些人呢 其實就要下一次會決定 因為現在我們首先要等下一次會 看刑事的程序 再考慮我們收集到的更多資料 才決定是否展開言訊 以及會延遲甚麼人 所以在這次會就未有這個決定 法律庫問其實已經提供了一些考慮給我們的 也都會參考過往一些委員會的工作 例如鄭銓泰那個 檢查委員會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確保我們的工作是不會影響刑事的聆訊 但現階段其實都是以收集有關進一步的資料為主 我們有關上新聞的資料 as there is a case going on, we have consensus that all the jobs done by the committee will not affect the criminal case, the judicial process. 關於我們所採取的信息,並以為我們所採取的信息, 我覺得這個很擔心,我實在不可以讓我解釋這個時間。 關於我們所採取的信息,我們不確定在這個其他部分的信息会否 或是在各種其他本事。我們等待到我們下期見, 我們需要採取更多資訊,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會選擇之後,我們會選擇的情況下, 會有一個項目, 而哪些項目會邀請 因為現在我們要考慮刑事檢控的程序 所以我們會在下一次會 由秘書幫我們搜集資料之後 再在下一次會決定我們進一步的工作 然後我們才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工作計劃 不過在會上大家都會同意 就是這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一定要在我們任期完結之前要做的了 因為都沒有理由把工作拖到下一屆 所以那個具體的工作計劃 要等我們有進一步的資料之後 我們才能夠講到 你會不會知道 會不會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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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工作拖到 會不會有資料 Essentially I will not say that I would expect that we can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from all the concerned parties or people We will see what we have and what we can gather with the parties concerned 我們會做一個決定 我們會有一個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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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所有的資訊 謝謝